臭小腸 哈囉又來到了卡路里隆場 這次就是腸仔系列的最後一會 大家是不是非常捨不得呢 但是,今天我會為大家介紹一個厲害的 腸仔菠蘿我們就遊戲小時裡時都吃到大 通常都是用罐頭腸、罐頭菠蘿,都好吃的 但今天我將會為大家介紹一個全新的新鮮腸製菠蘿 什麼是新鮮呢?就是新鮮菠蘿 再加上用新鮮豬肉在美國製造的smoke bread的腸來製造 怎樣做?現在就告訴你了 材料非常之簡單 菠蘿、這個腸 雖然煙燻了,但不要以為煙燻的食物很乾 是非常脆的 白飯、青豆、紅蘿蔔 炒飯的時候我還會加一點味料下去 煮一會再說 第一件事,我們先把菠蘿煮一下 一部份的菠蘿我們用來烤 另一部份的菠蘿我們要切一點出來 用來炒飯用的 大部份的菠蘿我們切了這個茄狀之後 我們留一點菠蘿就把它切成粒粒 用來炒飯的 接著我們就用這個 Johnsonville的smoke bread腸 然後把它切成四分之一 接著我們就把菠蘿和麥腸 把菠蘿全放在一起 接著我們在焗盤裡 噴少許油 防止它黏得太厲害 我們就把菠蘿和麥腸 放進去烤 如果你不想用菠蘿的話 也可以在一個 肥仔王那裡把它煎 其實效果差不多 不過用焗爐的方便 就是一次過可以做這麼多 甚至燒烤也可以 如果你喜歡的話 我自己就很喜歡 我覺得烤菠蘿和肉桂粉 是非常之夾的味道 但我知道有些人是不喜歡吃肉桂的 我自己喜歡的 所以我喜歡自己吃 現在我就會放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菠蘿腸 放進去烤 焗爐預熱180度 然後焗它大約8分鐘 令到菠蘿表面香脆 腸仔也滑下去 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就預備炒飯了 炒飯的配料 任由你 當然有小菠蘿 我今天就放了 紅蘿蔔和青豆 亮度是新鮮的 和剛才留起的菠蘿 那我先把腸仔 先試一下 炒飯 加一點橄欖油 放上香腸 然後把香腸 放一會兒 然後把香腸 把香腸 切成紅蘿蔔 火鍋 把香腸 切成紅蘿蔔 加香腸 成紅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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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飯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就這樣放鹽去調味 我自己就喜歡放番紅花粉 番紅花是一個非常之名貴的香料, 但它的香味真的非常名貴 如果想多點顏色, 還可以加黃薑粉, 黃薑粉其實是一個非常健康的食材 菠蘿腸仔, 看看現在什麼樣子, 哇, 焗好了 然後就可以上碟了 我們把菠蘿飯放進菠蘿裡面, 都是一般的處理 如果喜歡的話, 還可以在炒飯上面加一些果仁碎 這樣就令整件事更加香厚 這樣這個菠蘿腸仔, 菠蘿炒飯就完成了 然後, 再見 我們下碟煲 我們下碟的是什麼? 我們下碟的小前菜